翻到因为不是很长 我们就同声的来念 我们一起来十九章的四十九节情 以色列人按着境界分完了地业 就在他们中间将地给嫩的儿子约书亚为业 侍照耶和华的吩咐将约书亚所求的城 就是以法连山地的提拿西拉城给了他 他就修纳成住在其中 这就是祭祀以利亚萨很嫩的儿子约书亚 并以色列各支派的族长 在侍罗会幕门口耶和华面前 免纠纷的地业 这样他们把地分完了 这样来二十一章的四三节情 这样耶和华将从前 向他们列祖启示所应许的权地赐给以色列人 他们就得了文业注在其中 耶和华照着他们向列祖启示所应许的一切话 使他们四尽平安 他们一切仇敌中 没有一人在他们面前站立得住 耶和华把一切仇敌都交在他们手中 耶和华一举字给以色列交的话 一句也没有落空都意念 好大家可能有点奇怪 为什么这个PowerPoint都不转 还有这个有些人还没有翻到的 一时懂不到在哪里 就是让大家更熟悉圣经 不要太过依赖我们的PowerPoint 但是为什么还是要用PowerPoint呢 是要让大家熟悉一下这段经文 有一些很重要的关键的字句 特别的将PowerPoint还是把经节列出来 第一个重要字句是 以色列怎么样各支派的组长 他们在会幕的门口 耶和华的面前怎么样分地 免纠纷所得的地 这是第一段重要的部分 第二个免纠纷所得的地业 第二个是耶和华他所应许的地 都赐给了以色列人 他们就得了为业 所以耶和华也将所应许的地赐给以色列人 第三个重要的是 第三个重要的是 他们四尽平安 他们在一切的仇敌中 没有一个人可以在他们面前 怎么样占领得住 所以这段经文有三个重点 第一个 他们是在耶和华面前 在会幕的面前领纠分地 各个组长作为代表 十二组派的组长作为代表的分地 第二个 这个是应议了耶和华对他们的应许 对杳烂的应许说 我要将迦南帝赐给你们为业 第三个是 他们四尽平安 没有仇敌在面前 站立得住 这样的一段经文 我们今天特别是今天又刚好是和会 定期和会 所以我要先来分享一个主题 叫做得地为业 得地为业 就是得到上帝所应许的地作为自己和家族的产业 然后也用这个来思考 到底如果双联教会是上帝和你灵性的产业 你又应当怎么去面对它 这特别给我们已经受过成人洗礼跟监信礼的青年 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 很重要的问题 好 我们发现 以色列人 上一讲讲到什么 讲到预备过约旦 讲到上一代人都过去了 以色列人因为不相信 冤枉多在旷野 绕了四十年 绕到明利岸跟这个 这个亚伦都过世了 绕到连摩西都过世了 然后剩下两个人带着他们进入迦南 这两个人是谁 约书雅还有一位忘掉了 叫做迦勒 约书雅跟迦南 就是那十二个探子里面的主战派的这两位 跟着他们 带着他们一起进入迦南 但是进入迦南的第一步 其实是一个更大的挑战 就是什么 就是要捕手 过约档河 约档河在这个流水的季节 也不是亲密可以度过的 可是上帝给他们一个新的挑战 说你们就抬着约桂 就这样把脚伸进 踏进约档河 他就要成为干地 他就要水就要流开 你们就可以走干的地 经过约档河 约档河 约档河到先行 第二个 我们要在度过之后 还要用石头立下文迹 哇 这是怎样的一个经验 为什么要让他们再一次经验过约档河 其实这是提醒以色列有什么事情 过红海 他们约档河下去 脚踏之处就成为干地 在这里 约档的角色非常重要 约档成为上帝同在的印记 更重要是成为摩西 跟他们同行四十年的印记 为什么 约档里面放了什么东西 你有没有印象 约档里面放了什么东西 石界的法板 石界的法板是谁取下来的 摩西取下来 其实以色列这时候行蛮单棒的 心里有点怕 为什么 因为 摩西已经过世了 哇 那个 照一举起来 就有神经发生的神人摩西过世 OK 摩西之前神又过世了 你看 亚伦 所有地带领袖都过去了 留下两个 白胡子公公 约书亚 加勒 要带他们过约旦河 过约旦河是第一件挑战 之后有更大的挑战是什么 不断的什么 打仗 还没有进去打仗的 不是进去 哇 那个地就是我的 所以我就可以开始在这里建房 悟过快乐日子 不是 进去就要打仗 如果我们有印象往后翻 第一帐就是硬帐 是高而大的什么 耶利哥城 是很大 很坚固 很难打的城 所以他们心里是很害怕的 而且 虽然约书亚在此前还说自己怎么样 也没有老眼昏花 都学摩西的 摩西说自己也没有老眼昏花 所以大家过世之前都说自己身体常见 还没有老眼昏花 但是他还是年纪很大啊 年轻人还是不会说 好了 如果要修台 你以前还是都会挡他说不要啦 你在后面我们去打就好 所以两个很年长的领袖 要带着一群 从来没有征战经验的青年军 第一帐就要面对非常强大的什么 这是很可怕的一个挑战 这是很困难的一个挑战 但是约会成为一个安慰 因为约会告诉他们 上帝跟他们同行不用害怕 约会也告诉他们 过去四十年 摩西虽然已经不在他们中间了 但是摩西曾经跟他们同行四十年 他们有这么深厚的上帝同在 在摩西一定的经验 其实不用害怕 所以他们就这样真的 这一次没有再退后 没有再说我们回埃及吧 虽然做奴隶 但是还有丁皮属 我们可以吃锅边菜 所以我们就回去做奴隶 他们这一次就真的把脚踏进约旦河 约旦河的水 就像上帝所说的怎么样 分开 分开之后他们就过了约旦河 然后他们做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 他们总共取了多少块的石头做印记 多少块 多少块 十二块 错 二十四块 两次的十二块 怎么说呢 为什么错了错 sorry 他们先取约旦河床中间的十二块石头 在岸边回到这个岸上去立一个 等于是石头锥做记忆的十二块 代表什么十二之绝 然后还没有再取岸上的十二块石头 在约旦河在约旦河下角的地方 约旦河在那里分开的地方做印记 交换十二块石头 交换十二块石头 来表示 当约旦河下角的地方 约旦河就分开了 那约旦河河中的十二块石头 就带到岸上来表示 他们真的有摸到约旦河中的什么 丹币跟那些石头 两次的石头 双倍的印记跟双倍的字 就这样他们进了迦南 他们重现了整个红海经过的经验 提醒他们 上帝从一开始就跟你们同行 不要害怕 而且更重要的是 不要回头 不要再想到我们的安静 好 这个是上帝同在一个很重要的经验 然后他们进到迦南 开始做什么 作战准备 可是以色列作战的准备 还是与众不同 我们作战准备 通常会做什么 开始操演 对不对 跑三十圈 然后起坐五十个 福地挺身 五十个 这是基本的 然后再来呢 擦亮你的枪械 擦亮你的盔甲 然后开始整队 开始练阵 开始讲 怎么样可以做很良好的作战准备 可是以色列的作战准备 非常的奇特 他们做两项准备 第一个 他们索尔南丁行割礼 自己表示归属上帝 但是这是非常独立的 但是这是非常独立的 因为这是一个会产生疼痛的 以及它会产生在作战上的独立 可是以色列人与众不同 他们先行割礼 好叫他们再次归属上帝 第二个 证明过余夜集 他们再一次纪念 上帝带他们出来 过翁海的纪念 在过约旦和重现 但是他们正来之后 再一次过余夜集 来表示 这个是一个上帝开始的事情 所以他们在那里一起守一阅子 南丁就行割礼 来表示 他们是归属上帝的民族和军队 这是耶和王军队 然后他们就开始准备法杖 他们就继承了他们上一代人的制业 要进入迦南 要成为迦南帝的军队 他们就成为耶和王军队 要开始打仗 开始打仗 第一仗 刚刚有讲 是南的仗 是大而难攻 强壮而坚固的什么 也一丢成 上帝更奇特 所以以色列人准备打仗的方式 非常奇特 上帝更奇特 上帝说 不是上帝给他一个奇怪的证 非常厉害 所以可以像诸葛亮一样 战无不胜 上帝给他一个比奇怪的证法 更加奇怪的策略 上帝说 我们就去绕城就好 一开始绕城 什么话都不用说 安安静静的绕城 不用敲锣打鼓 不用告诉他们你们 然后叫我们绕城 一天绕不够绕第二天 第二天绕不够绕第三天 唯一的好处是大家的统力越来越好 因为绕到第七天 第七天要怎么样 果然要绕城 然后还要怎么样 要发出所有人跟乐器的声音 上帝告诉他们说 你们只要这样做 城我自己打 城就会打 以色列人真的这一次 虽然这个命令非常的奇怪 也就真的这么做 开始安静绕城 后来吵闹绕城 结果 耶利哥神竟然在他们大声呼喊跟赞美里面 怎么样 城墙就倒了 耶利哥神的人就四散逃命 然后他们就这样子 非常的surprise地进了那个城 然后就成为那个城的主人 从来没有一个战争史上的战争是这样打的 这违反所有兵法书上的战略 第一个我们要出其不意对不对 哪有人在人家门口大叫 只要攻其不备出其不意 不是他们去人家门口大喊大叫 人家说要怎么样 要开始挖洞城墙才会倒 他们没有他们只是去绕城 绕着绕着提高对方的警觉而已 完全违反所有兵法上的任务的招数 可是上帝要透过这个举动做什么 让以色列人知道 不是你们打下去的城 是耶和华为你们攻击这个城 耶和华竟然可以为他们去攻击这个城 让他们看见耶和华为他们成敬的城 很精彩不是吗 这个是战争史上最奇特有最精彩的一个战役 神迹的战役最大的成功 但是但是凡事都有但是 这样子上帝帮助以色列人建立信心 结果的结果是什么 结果的结果是他们就开始自爱又玩乐 他们就开始疏忽 他们就开始贪心 他们开始想东想西 来一个这个史康史康 开始想一些上帝不太史康的事情 然后他们在哪里跌了一个很大的脚 在一个很好打 人不多 破破烂烂 他们以为派个三百人去 真的闭着眼睛都打下了一城 这个城叫什么 叫做爱城 哇 在那里真的是大大的失败 失败到以色列人从来没有想过说 这种城也可以打输 这种城我们竟然打输 所以他们就检讨 发现他们中间有人夺取了什么 应该要除灭的物 除灭的物 他们有些人贪心 他们许多人大意 他们整个民族犯了一个错误 叫做爱城 他们以为伊利哥城打下来 上帝说是我打的 我要让你看见我为你成就他输 可是他去以为那是他打的 所以他无论打什么城都为你 弄错了 骄傲了 就在爱城 这个不该输的战域 跌了一个非常大的跟斗 在这里我们停一下 反省一下 反省过我们自己的信仰生命里面 我们自己的人生 我们的学业 我们的工作里面 有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有没有两种状况 一种状况叫做 有些事情我们原来认为是不可能的 我们按着自己对自己奠奠惊人 知道自己的才能到哪里 虽然不愿意告诉别人 但是心里有数不是吗 所以你知道有些事你是不可能做的 但是你觉得那件事情很要紧 一个服事一个工作一个家庭的建立 结果你诚恳的寡告 谦卑的相信 结果我发现一件事 那件事情是上帝为你成就 那是你做的 上帝竟然为你成就 所以一辈子都有好几个这样的经验 可以向别人来诉说 可以在你传福音的时候来分享 我的信仰 我的相信 甚至为我成就大事 是不是有这样的经验 如果你有真的要在我的生命中 愿意被上帝而成就大事 另外一个极端是什么 你的生命中有没有一些经验 你觉得哎呀这小事啊 戴敬拜 我闭着眼睛都可以倒唱这首歌 有什么问题 我分享 拜托 姑娘家分享 已经这个人生不知道几百场 几千场几万场 我就算是前一天感冒骚瞎 大家今天发烧上台 一样来就没有问题 结果上台之后一塌 结果敬拜道者真的是没有错 不是道唱者也是 是正唱者看起来像道者唱一样的不顺 你有发生过这种事情 一个考试你觉得 这事情我太熟了 有这颗我就算不准备也拿一把 别人不准备是铁定拿零分 只有你上去一考 哇真的是很多个零 前面没有那个一 了解我在说什么吗 很多个零前面少了那个一 没有一把拿了鸭蛋的 很多个零很大的零 你的文身中一定发生过一件事 以色列进迦南 这两个战役 在提醒以色列人 也在提醒我们每一件 每一个人这件事情 帮助我们知道 第一个我们要自卑 因为我们信靠的是一个 会为我们成就大事的上方 所以如果那件事很重要 那个服饰很重要 那个事工很重要 虽然很难 但你不要去 因为上帝为你同行 他既然让你看见了 他就要为你成就大事 而且他要感动许多的人 跟你一起成就那件事工 反过来说 你也不要太自傲 如果有一些事情在我身上成就 因为自傲是失败的开始 自傲是失败的开始 色列人就在三百个人 可以打下来爱情 这个战役中间 真的是尝到非常大的苦头 让他们重新反省 我如果靠着我自己 真的是什么时候跌交 都不知道 再来 以色列人就开始发现 哇不行 我们要开始 依靠上帝 不要依靠自己 结果呢 他们就开始经验到 真的是上帝应许的 上帝要成就 以色列人打了一个圣战 叫耶利哥 艾成 当然后来他们毁醉 也还是拿下来 第二次战役拿下来 迦南的猪王就开始紧张说 一个人打不赢他 好 连耶利哥城都打不赢 好 那我们要怎么样 做联军 我们就几个人联合起来 一起来攻打 但是还有另外一种人呢 就是做投降的另外一种 一种色列 所以有更多的人 是要来做联军 一起打以色列人 另外一些人 叫基奠尼 他们就来骗以色列人 他们骗以色列怎么样 说哎呀 我们是远处的人啊 跟你没有什么相关啦 请你不要打我们啦 我们来定和平的约 就以色列人傻傻不知道 就真的跟他定和平的约 然后之后就发现不能攻打他 所以我们就发现 迦南地为了上帝帮助以色列 的确是开始怎么样 震动 开始挡动 开始紧张 开始为了以色列人的到来 整个迦南地 开始变得不一样 所以他们真的这一次 不但以色列人看见 整个迦南地都看见怎么样 圣经这样说 上帝为以色列人的争战 不是以色列人的善战 是上帝为以色列人来争战 上帝为以色列人的争战 所以这样的一个征战的记号 就成为每一次以色列人 要出去打仗的一个传统 他们要知道上帝有没有跟我同行 如果上帝没有引领这支军队 那就不要打 因为这个蛋没有什么好打 只有上帝与他们同行 才能够占领 所以大卫王 所以所罗门王 他们会怎么说 他们会说 别人是依靠车马 依靠势力 依靠军队 但是我依靠谁 我依靠万军的人 我依靠的是万军的人 因为在军队之上 还有万军的人 这就是以色列人打仗很重要的传统 但是这么多年 这个约书亚一辈子 一辈子跟他们一起打仗 他们还是有很多的土地没有收复 而且他们还遇到很多的问题 这个土地没有收复 很多的异族人跟他们同行同住 另外跟他们已经定了约 又不能把人家赶走 也不能把人家除灭的这个鸡店人 还住在他们当中 就产生了几个问题 这是后来我们读圣经会 不断看到的一个问题 就是众族杂居 迦南帝还是不是只有以色列人 他是有非常多的人 所以第一个问题是众族的杂居 众族杂居遇到很严重的问题 就是说其他的宗教会侵入 其他的宗教会有侵入的问题 所以以色列有一阵子就会怎么样 我们看列王纪上下 看撒伯纪上下 看历代纪上下 都发现什么事情 就是他们会被人家引诱 要去拜怎样 迦南帝当地的那些神明 然后呢又遇到很多的灾难 很多的麻烦 第二个 地族的通婚就兴起 以色列人整个历史 从这个还没有建国 到建国到亡国时期到亡国 就是国家灭亡 到贝鲁 又到归回 又到重建耶路撒冷 跟重建这个圣殿 异族通婚这个问题一直存在 有没有一直存在 所以以色列人基米 在重建圣殿 重建城墙的时候 又遇到要面对异族通婚的问题 但是异族通婚也有一些好的见证 这个像是谁 像是谁 像是录底记 录得我讲过 录得是谁啊 录得是大卫的曾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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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异族通婚有两个异行 异族通婚是一个异典 在以色列人的人到今天都还是一个很重要的异族 第三个 他们没有灭掉一个很重要的族 而这个族在后来历史不断的出现 没完没了出现 这个族是什么呢 这个族就是非历士人 有没有 从参僧这个世世的时代 一直到扫罗大卫的时代 非历士人角色很重要 常常出现 以后我们有机会再好好的来谈 所以这就是他们面对一个 还没有成就的事情 他们有异族的问题 他们有通婚的问题 他们有一个还没有办法去战胜的别人 叫做非历士人 但是在中间他们也看见上帝成就了两个应许 是哪两个应许呢 第一个他们争战而胜 圣经怎么讲 四季平安 天下太平 他们得到平安 他们得到福利 第二个他们得地为业 而且开始在那个地上繁荣昌盛 在迦南地建立了他们的额圣 上帝并属 上帝亲自成就 数十年过去 以色列人开始从外地人变成在地人 他们开始习惯一代人过去 到耶稣亚过世的时候 到那一代人征战人过去之后 他们开始习惯迦南的生活 开始从迦南的在地人 从这样的一个故事里面 我们到底可以得到什么功课呢 在这里我们再提一下 再提一下 来看起来这个经典很重要的 第一个 我们看见他们是按着上帝的心意来分配地产 所以我们说经文第一个经典是什么 第一个重点是什么 第一个重点是什么 就是他们分配地产怎么分 各族的组长来到会幕面前 也就是上帝的面前怎么样 免纠也就是什么 抽签 所以谁都不知道会分到哪里 只有谁知道 有上帝知道 这样的方式 一朗让上帝决定 不要我们自己决定 所以我们到今天长老教会 传道师分派还是要靠抽签 因为你想去南部 他想去东部 这个人想去外岛休息一阵子都不太准 还是上帝决定比较好 所以靠抽签就上帝说话 永远就安静 往后上帝的心意 还是蛮好的 你就不会一直犹豫说 这是我说还是上帝 抽签就得了 一地都不会有自己声音参杂在里面 这是好事 第二个 他公平而且公开 所以他们在众人的面前 在会幕的前面直接抽 所以没有假签的问题 因为没有人可以在众人面前 还做这个事 所以公平公开 让上帝决定 连分配地产都让上帝决定 第二个 他们做了一个很特别的东西 叫做逃城 他们让误杀别人 有一个战检寄居之处 然后等候审判 所以他们设立一个逃城 让不论是本族的 还是外族人 因为误杀了别人 而要希望深渊的人 可以在这个逃城里面 可以占居 可以等候审判 可以一段船行的时间 这个要让大家自己去找 看在约书雅记的哪一个地方 有这个记载 最后 你要来看 公平地产的最后 其实有很重要的重点 就是我们今天经文的最前面 我们会说这是今天经文的最前面 为什么它是最后呢 其实这一段的经文 是在分配地场的最后 所有人的地场都分配完 然后 约书雅 才拿到他所分配的地方 这是一个很有勇气的 也很有担当的领袖 才做的事情 就是当所有人的份 都拿到之后 他最后才享受 他其实应该要 第一个拿到的 那一个产业 可是他作为一个领袖 他在征战跟责任的时候 他站在底线 在分配跟享受的时候 他站在最后 他照顾了整个民族之后 才轮到他分配他的地场 我们所有做领袖的人 要做一个任何团体的领导的人 同工的人都要这样的典范 你愿不愿意第一个道 你愿不愿意这位不开 你愿不愿意当所有人都享受了 你才享受 你愿不愿意当别人 不愿意担起责任的时候 你来担起责任 这就是一个领袖的一方 这就是一个领袖的重要 当然他们也分配地场 给立位人跟祭司 因为他们要去 这个 在上帝的殿中来服侍 所以 我们一个人要将自己地产的一部分 也分配给祭司和立位人 好让他们可以专心的来服侍上帝 这也就是教会奉献的开始 我们讲了那么多 其实 是要在这个和会的主日里头 来问大家一些问题 双连是你的产业吗 双连教会是你在上帝的手中 所领取的产业吗 这是我们要常常想的问题 特别在和会的主日 要特别来一下 我们中间有一些人 是土生土长的双连 他在这里出生 小儿洗礼 长大 兼兴 主日学 成人主日学 成人牧居 并成长老 又在这里甚至荣誉葬 有些人不是 有些人是因为迁徙 有些人是因为爱情的缘故 有些人是因为工作的缘故 有些人是因为搬家不得不的缘故 进入了双连 有人在笑 因为爱情的缘故 因为我的男朋友 也跟我进入了双连 所以我就跟他去 有些人结婚 然后就进入这里 然后就一辈子都没有在余滩 这叫为了爱情的缘故 进入双连 不管你是土生土长 还是迁徙的那个 双连 是不是上帝托付给你的产业 而且是你的责任和托付呢 我们要常常想这件事情 所以 因为是产业 因为是上帝的托付跟责任 我们就有一本账本在上帝里面 是不是 我们有一本存在上帝那里的账本 在这本账本里面 我们的盈亏怎么样 我们是不是得地为业 还是节节半退呢 这里问很多的问题 第一个 在这本账本上面 在宣教和增长上面 我们的盈亏怎么样 我们是赚了还是赔了 在这本账本里面 在灵命的成长和领受装备上面 我们的损益如何 我们是损还是益 你赚了还是赔了 在这本账本中间 在救助贫乏跟需要的人 这件事情上 我们到底付出了多少 所以我们可以在上帝那里说 上帝说免了你今年的税 因为你的付出够多 其实就像崇星座牧师讲的 你都欠上帝那个还不完怎么样 福音的债 我们有没有在今年 善尽偿还债负的责任 好让明年上帝 如果上帝是我们的银行 他会说因为你今年常债的表现很好 明年潜在加倍的借给你 好让你可以做更好的宣教的使命 还是说因为你今年表现过差 常债的这个能力过低 所以明年呢稍微要降低一点呢 如果有一本上帝在上帝里 如果上帝是我们生命的银行的老板 你会怎么样 你又怎么样表现呢 这是我们每一个人 每一名都要来问自己的问题 不要太在意地上的帐本如何 要常常思想那天上的帐本 我们到底是怎么样的表现 是红的还是黄的 这是我们每一个人要想的 为什么今天特别讲这个题目 特别是因为今天是和会的主日 我们许多人会参与和会 期待每一个人在和会里 经理你的表现呢 上帝又会怎么样 把评论我经理你的表现呢 我们期待每一个人可以像 法太福音二十五章二十三节 那个主人对我谦良的这样说 他说好 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福音 你在不多的事上忠心 不要把许多的事派给你玩 你尽来享受你主的福音 我们一起祷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我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你这样感觉 要被谁消脾线